食用油从今天起随着试驾浮动 正式告别今天年代 仅剩一公斤包装石油继续维持两令吉五十仙 而吸纳涨幅的自然是怨声四起的民众 贸销部长韩沙在努丁今早在部长问答环节中列举数据 强调每位国人目前每月的石油摄取量是1.5公斤 如果以四令吉购买石油 每个人也只需要花费大约两令吉二十五仙 因此取消津贴造成的冲击并不大 尽管如此 巴掩区国会议员林冠英指责政府取消津贴后 每人要多负担五十令吉 面对在野党的校正部长强调 一户家庭购油费不超过一百令吉 化整为零后石油价格比矿泉水还便宜 韩沙随后在国会走廊外照 召开记者会否认政府完全撤销今天 更强调削净贴只会让更多低收入群体受贿 而实际上政府并没有从中节省多少 部长也指出 去监督市场的石油价确保商家不会再走私 津贴石油 巴途空间李运祥国会大厦报道